嗨,大家好,我是馬克醫師 又來到了一年一度的流感疫苗施導的季節 今年流感疫苗是在10月15號開導 如果你是6個月以上的小朋友 或是50歲以上的成年人 或是懷孕的民眾人 或是領有中道商品卡的人 如果在10月15號的時候 到各大院所去打免費的3架流感疫苗喔 當然如果你不是我們公費施導的對象 沒關係,我們還有4架的流感疫苗可以選擇 因為多了一架可以多了一層的保護力 趕快去試打吧 馬克醫師,關心你 最好預防流感的方法就是打疫苗 接下來就是戴口罩,請洗手 對於8歲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之前都沒有打過流感的話 那我們先一次打兩劑 兩劑的時間割開是一個月 糖尿病病人不只是可以打 而且是一定要打 因為他也算是我們高危險群裡面的一個病人之一 所以不能打我們的流感疫苗 只有對蛋過敏或是疫苗非常嚴重過敏的人才不適合打喔 就算你得過流感A還是要打流感疫苗喔 因為A型裡面就有好幾百種 而且就算是同一種也有可能今年會再變異 所以一定要打流感疫苗喔 流感一定要打 因為是個利己利他的一個事情 如果我們自己打的話 可以防止心肌炎腦膜炎 如果一群人打的話 他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抗體 不容易引起大爆發 流感一定有用 不同的年齡層有不同的保護力 大概有三到八成 如果是成年健康人的話 大概有七到九成 他可以降低 所以嚴重的後遺症大概五成左右 甚至可以減低死亡率八成 國小學生到五專三年級的學生 都在學校打 那其他的適合打的對象 或是要自費的 可以到附近的院所打 無論是怕打症或雲間 都是心理壓力造成 所以建議可以等待的時間變短一點 然後吃飽飯 聽點音樂再打 甚至如果怕人多的話 可以來診所打 疫苗基本來說 有分為活菌或食菌疫苗 如果是兩個起打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是要分開打 一定要隔一個月以上 那有比較特別的案例是 五合一和日本腦炎不能同時打 黃綠病和禍亂不能一起打 歷年流感的死亡病例 有七到九成都是有高風險的 慢性疾病的病人 所以有癌症的病史 是糖尿病 或是有艾滋病或免疫不全的人 更需要打 感冒是由數百種不同的病毒 和細菌造成的 和流感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感冒的話 還是需要打流感的 但是如果有發燒的話 可以延後打流感 好令人 正確 所以 還有 來